高氏主流发源于金河南省境内 得姓始祖为高西 金南又称南平北楚 是五代始国之一 高级性所见 统治范围包括金湖北的江陵公安一带 但值得注意的是 金南谁是始国之一 但自始至终并未真正称帝 事实上仅能算是一歌剧政权 后来北纵于公元963年发动宫日 宫许金南 金南省 高台生 徐墨农民起义领袖 僧人 高台生率领五十生兵 发动起义 自封大臣皇帝 建立佛国 年号法轮 策立尼姑竞宣为野伦皇后 之后又广招羽翼 聚众数千 遭详北平郡王 高开道 分为齐王 可是三个月后 高开道发动兵变 袭杀高台生 高台生的佛国 灭亡 高开道是随朝末年的河北农民起义军领袖 出身掩护 跟随葛迁发动核间起义 处为将军 葛迁战死后 他聚集旧部 发展力量 公元618年 宫许于阳俊 建立燕国 年号实信 定都锦县 后于公元624年 遭到部将张金树反派 应败自杀 燕国灭亡